您现在来收看的是 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 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10月16号礼拜三 那么昨天呢 美国股市呢 出现一个比较重挫的一个走势 大家都把这个过错呢 归到谁身上呢 艾斯摩尔 那么提出来的这些 所谓的财报财测的部分呢 不是很理想 所以呢 昨天的股市的这个所谓的 代表性的股票 都是形成一个拉回 所以今天在早上 我看到这个状况 又想到明天台积电法说会 所以台积电今天的这个股价 应该是拉回了 果不其然呢 早上开盘了以后呢 最多曾经跌了425点 等一下我们来看台积电 因为明天要法说会嘛 然后呢我们看到很多 小型的股票 我记得我们其实在昨天股东前朝 就跟大家提醒机器人概念 可能会卷土重来 可能会风云再起 今天果然机器人的概念股 又回来了 那第二个 西瓜子股票涨多有震荡了 但是呢有一些 比较中低价位的股票 它还是有机会的 为什么 它股价够低啊 再来 短线上看到 应该讲我们再看那个OCP 那么OCP的这个秋季的大会呢 已经开始了 所以呢 辉达呢 在这个会议当中 大会当中宣布了一件事情 让这家公司的股价大涨 哪一家 股价健准 你要是说它今天亮灯涨停 我们再来讲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 上个礼拜二 我们在股东前朝的盘东直播 就有跟大家讲了 我说 你注意看OCP里面 见准会端出一大堆东西 然后呢 好 见准的股价就从二位数开始挺进了 即便是那一天外资卖了5000多商 今天的股价就短线上仍旧创高 放量开始挺进 而且亮灯 所以大家来想一件事情 这骑兵的概念会是如此吗 其实 如果你真的有深入去研究 你会发现 不对 太委屈 我都要跟你讲什么叫委屈好吧 委屈的程度就是 你看矽光子的那些所谓CPU的股票 那些概念股票可以长成这个样子 你再回头看你有赚钱的公司 在明年他们产业持续看好的情况之下 你真的不觉得他们太委屈了吗 真的太委屈了 以股价来看的话 矽光子CPU可以喷 冲成这个样子 那么 机优的股票必然也可以 这就是矽光子告诉我们的一件事 哪有什么不可能 可能吗 可能 第四季充满了可能性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 刚刚讲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大家会觉得今天这个难过了 它砰 早上开盘 打在那边跌了400多点 你要告诉我台积电 要跌多少 它在占这个400多点里面的 大概占了多少权重 我给大家看一下台积电 今天最低 1035元 目前 1060 差了好几档 差了五档 有没有 有 各位 差五档 差五档 那 对 那所以我讲台积电贡献个200点都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 台积电现在回来了 现在只跌10块 早上是1035 现在是1060 哇哦 那个真的是差很多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适应 台积电的跳档 对指数的影响的话 那么你就会心情上下起伏会非常的大 如果从看到跌400点 看到剩下跌130点 你会觉得说 哦那个舒服多了 天哪 哎 不是都台积电在那边跑上跑下的 好那没关系 那我们就来回来看 你说 矽光子联盟的股票 大概有了很多在休息震荡 来 里吉 啊 怎么又跑去亮灯了 对哦 够便宜啊 就跟你讲嘛 不到50块的股票 有矽光子的概念 还有赚钱的公司 还真不多 那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就跟大家提了 我跟你讲 提的时候呢 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如果你长期在收看的话 当时在提矽光子 供丰庄的这个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一直跟大家谈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去看 别的股票都长成这个样子了 好那没关系 今天我再仔细看 下跌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注意什么 观察的重点 今天看到 对 没有错 看到好多那个股票上来了 我还是得提一下 这个我们长期在追踪的股票 我总是觉得很奇怪 奇怪的一点 我每次都在讲那个拉回式机会 然后量缩的时候不可以买股票吗 如果他开始放量可不可以去追 这是重点吗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几天的黑线 我大家看一下 这个礼拜三 今天 礼拜二 礼拜一 所以这一个礼拜 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走法是什么 这个走法 带着量能 低点 电高 但高点不断的创高 所以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步步高 简单来讲 就是用步步高来形容 带着量能步步高 好吧 那大家来请看 我如果说前一天 一千张 你一定会觉得 这股票 大概连这都没办法突破 哪里啊 96块多 可是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我说 过去曾在百元 现在离开百元俱乐部 但获利 营收都出现成长 而且进入旺季的 这一类的股票 他必然就是委屈的 他既然是委屈的 必然会有人来买 好吧 那就来想一下 然后我也跟你说明了 有关于投信的筹码 都在这个地方 请看下方 上面是外资 有没有 外资的卖卖 卖大于买了 投信就只有买 是不是 投信筹码在这 投信也就只有买 那我再说小一点 给大家看 你就发现 哇 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整理以后 而且 再讲一次啊 这里的低档的回撤 就是变成越电越高了 第一次达到低点在这 不用讲了 就是8月6号 大家看到这种 长这个样子 都是8月6号了 任何的公司呢 K线形态长这样 拉条长长的下影线 然后你去看 这相对低点的都是8月6号 台湾股市 所有投资人认为 当天叫做崩盘日的那天 8月6号 现在今天已经来到了10月了 在短短的时间内 我们看到的低点在这 然后呢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面 我们看到低点回撤 都没有回到这里的最低点 有没有看到 没有 而且还电高 每一次板坛拉回的 这个低点都是电高 带着量能直接攻上来了 问 资安概念的01 有没有机会今年挑战这个位置 也是今年创高的位置 119.5 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资安概念其实有很多不错的股票 但是过去呢 这让大家都遗忘了 所以但是呢 当国际骇客不断的骇进台湾的这些公司企业 甚至我们的这个国营的这个组织里面呢 大家会想到一件事 AI如果长期要发展 资安怎么跑得掉 我在跟大家讲资安真的跑不掉 如此一来呢 当然可以后续观察 这个量能有关于法人 何时再开始攻击 你看投信买的 其实买的不多 我坦白讲真的买的不多 但是如果真的要把绩效拉起来的话 它还有点火的必要 因为呢 资库比例不高 我在跟大家讲资库比例不高 它还有在加码的空间 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好 说着说着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大盘 好了 哇塞 我觉得最乐观的情境会是这样的 台积电明天法说会 然后呢 我们的指数曾经跌了400多点 如果今天能够拉到平盘 甚至翻红 我觉得会让大家会造成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呢 即便是美国股市在拉回 然后台湾股市也形成一个拉回 可是呢 最后的重点会是 我震荡完毕 我持续走高 这就会让大家带来信心 意思就是说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是给大家机会 上车 是不是这样 对 好那如果是这样 那真的好好地注意一下 关心一下这些股票了 刚才有跟大家报告过了 我说你都别怕 那个股票在震荡完毕之后 我随便再举个例子 金元电 它也不是什么小股票 122亿的 这个好了 金元电 金元电的这个资本支出呢 基本上呢 是扩大的 所以我今天如果看这一些 所谓的风车的股票 看起来前方高点都在这 我们过去有形容过 我讲过一句话 你看它叫做高点对吧 竟然来到最后的一季 它已经趋近于这边呢 要就进行挑战了 请问 凭什么挑战 好了就跟大家讲说凭什么 别忘了我再讲一个关键密码 这个我讲了这么多事 你绝对会记得 为什么 到了那天以前 大家都必须把成绩单拿出来 11月14号 以前 所以你看看 第三季的财报一旦出来以后 你关乎到了什么 关乎到 那我前三季的获利 到底状况怎么样 一不了然 那如果是这样 那我请问你 我刚刚不讲了吗 我委屈得要死啊 你们都长成那个样子 你们都乱喷 喷成那个样子你获利都没有我好 我股价居然在这么低的档位 什么叫低的档位 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委屈啊 因为获利很好啊 我创高那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一大堆没有赚钱的公司都在创高了 凭什么极油的股票不能创高 这就是第四季操作股票的精髓啊 所以为什么这样讲 每年 我们都在某一个季节 要去公告我们的 在那个季节里面 所产生的获利情况 要报告给股东们 要报告给所有的投资大众 告诉我们家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如何 对吧 这合理吧 合理 不然我们干嘛有这种要求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然后年报 所以年报来讲是明年的事情 今年的最后一次 让你看到财报 就是第三季 第三季的财报 好了 那问前面涨的乱七八糟乱喷的这一群股票 它实际上没有什么获利层面 但它拥有非常好的题材 我们就拍拍手 我跟你讲题材很重要 说真的 但是呢大家呢 就会有心的筹码 就会在里面 一直做一直做 让它越拱越高 越拱越高 注意股 处事股都无所谓 来了 那现在重点来了 我当我这个所有成绩 报告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告诉你 你差在哪里 差在你股价真的很高 如果我现在 我现在能够回头冷静一点去思考 我那种股价不高的 获利面又好的 我至少有一点 赢得过别人 我有能力配息 那看配发率 对吧 而且呢 我过去呢 都有能力能够填息 哇 这超重要的 除你 除息了 然后能够填息 我赚到了我的股息 对吧 那股价呢 开始又往上走 那何乐而不为啊 是吧 我把这个钱放到银行 还不如放在股票身上 对吧 有好的殖利率 所以呢 接下来往下走的话 我觉得 大家要关心的 就是这些真正 有这种基本面的股票 我觉得它绝对不会缺席 那如果今天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开始慢慢的去精选 那我先跟大家提几个概念 到了明年的第一季 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公司在开发说会 这很妙 发说会 哎呀 来来 赶快恭喜大家一下 10月16号 我记得今天我早上有直播嘛 每个礼拜三 早上10点钟有直播 然后呢 那时候我们那个秘书就跟我说 你怎么那么快要下来啊 我说 哎30分不是要下来了吗 他说 那个那个见准亮灯呢 因为我们在盘中直播 有去 谈到见准这辆股票 讲着讲着 它就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很简单 到理论都很简单 其实我们上礼拜就跟大家看 给大家看过那个亮灯涨停的 对吧 恭喜大家好那简单来说 哎对哦有个讯息要告诉大家好 来这个跟大家讲 哎往往是这样 你如果不相信那种大盘在打下来的时候还有股票能够上去的话 那你应该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股票不好做对吧 然后不好下手 所以呢 很难去抉择 该怎么进该怎么出 如果你今天选择是见准 我先假设见准 即便你之前就去买了 你都不要动 外资杀下来你都不要去动 你今天还是赚钱的对吧 有没有10% 绝对10% 就绝对10% 我跟大家讲就是这样子 就说能不能带着你进出 这是一个重要的重点 你自己去看你都不会害怕 有的股票它是先压低再把你拉上来 对吧 好 那各位 最后一天 好我跟大家讲最后一天 短线特工队 今天最后一天 我摆明这个股票是打短线 好吧 那 如果你有兴趣说 我早知道 因为今天大盘是震荡对吧 可以赚钱可以赚钱 就跟你讲说今天大盘还是可以赚钱 好 来 请你在我们的line里面留言 100加上联络电话 短线特工队 最后一天招收 先跟大家讲 你还有机会可以上车 好了 赶快跳回来我们的这个 我找一下资料 好 那既然这样讲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 如果今天重点 如果是要看那个股票的话 近期 大家来看一看 泛鸿海集团 你就会看到有些股票很强势 包括像健翰 像政达 阳城 这类股票都很强势 好了 来了 这是泛鸿海集团股 我有跟大家讲年底座上 其实会做到某一些小型的股票 鸿海集团有没有在座上 你觉得不会吗 还有更多集团 我跟大家讲 不是盘面上只有鸿海吗 只有泛鸿海集团吗 集团股的想象空间更大 所以我慢慢会跟大家讲 再过来机器人概念股 我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我说 你去看 你去看那个细光子 跟机器人概念股 长得好像 请问像在哪里 像在那个没有赚钱 尹汉 亮灯的尹汉 有赚钱吗 没有啊 没有赚钱啊 即便是罗森好不好 你看他有赚钱吗 真的也没什么赚钱 真的啊 我现在讲一下 真正有真正赚到钱的 除了台湾精锐 或者说石塑工业 这些比较 比较 比较没有在动 之前台湾精锐有在动 来 大家请看石塑 有赚钱的 会不会动 我告诉你 后面就是 讨工到的时候 你就慢慢看 所以机器人概念会从 原始的这些 有提材性的股票先行发动 筹发比较干净 因为已经整理过一趟 然后开始往上攻击 好 再来攻击一次 然后慢慢会带动 其他机器人的族群 会开始带动 那再过来呢 就跟大家讲了 我说你看看哦 OCP已经开始展开了 为期三天 那辉达 他其实在这里面 有讲话吗 因为我讲了整个的 云端的这一些服务商 然后呢 再来就是资料中心 伺服器产业的 所有的大咖 几乎全部到齐了 好 那如果从台湾的这些产业链 来看很多公司都参加了 重点会是 我刚刚形容过一件事 这一次的重点是散热 这一次的重点是散热 对 没有错 一冷 散热 所以从散热概念股里面来看 不管你去看双红 不管你去看齐红 不管你看励志 不管你看健准 这些公司都导入了什么 一冷 除了一冷就算了 双红直接开法说会 他直接跟大家报告 我说双红啊 就是明年第一季 他们现在订单是这样看 明年第一季 他的营收 他的业绩 会用90度的方式上升 也就是不是缓慢的 不是缓慢 缓慢是这样子 慢慢慢慢慢慢 业绩有没有 慢慢慢慢慢慢 这样子 他说我明年第一季末 我业绩会 90度 这样子是吧 凭什么这样讲 一般公司很难是这样讲的 说我的90度的 我的90度上来 因为简单来讲 一冷的商机已经发酵了 怎么样发酵 GB200 过去 大家在那边考虑 第三季的时候 我们那个很多人在问说 问回答说你GB200的什么问题 怎么样怎么样 解决有些问题要解决 后来他就跟大家讲说第四季 如期出货 没问题了 解决掉了 所以 OCP里面 在会议里面 讨论的也是解决方案 那我怎么去解决 有关于这一些 所谓AI伺服器里面 散热的问题 怎么去解决掉 还有其他问题解决掉 没有 那该怎么解决 所以重点来了 你不管你现在看双红 你不管你看起红 不管你看励志 不管你看健准 今年 现在目前的位阶 都还要再突破 也就是还要再往上高 因为 未来需求是增加的 我要提醒大家 所以你有散热的股票 基本上呢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我跟大家已经报告过 我觉得这是委屈的股票 散热还少不了的风扇 对吧 那第二 我们讲了 GB200的NVLink 72伺服器里面 它的风扇使用数量是257颗 我先讲伺服器 但你忘了什么 AIPC AIMB 量更大 因为讲的是风扇 所以呢 OCP大会上 回答宣布了 见准 是我们的供应商 直接就怎么样 切进去 AI伺服器供应链了 静默式风扇 他这一次啊 他这一次 他就拿了一个静默式的风扇 我觉得这噱头很够 可以多降16度C的温度 好吧 好那有没有在扩产 有耶 有在扩产呢 所以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形容一件事情 如果你去看 它的业务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 对 这种公司如果是真的 准备开始成长的话 那基本上 因为股价呢 偏低 好吧 你如果就跟那些 所谓细光值的股票来比 他他他这 不是 你现在股价算什么 我现在问一下 伺服器营收占比 有机会突破50 50% 那回答已经跟大家报告了 说回答说 对 见准就是我们的供应链 各位 那这样的消息面 过去 黄仁勋不过在一个演讲的会场 讲了讲 后面一个背板 然后上面有一家公司的logo 股价大涨特长 我问一下 你现在赚的获利有见准多吗 也没有啊 股价大涨特长 这就是为什么搭到一个 好的一个 我现在建设供应链 我现在供应链 我不管我是苹果也罢 不管我是 辉达也罢 不管我是台积电的供应链也罢 那你只要大成长 我就是跟着有获利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用这个概念去思考 用这个逻辑去思考 所以到今天 我刚录了时间 大约有20分钟左右 我们的大盘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指数 所以指数的意思是什么呢 先杀下来不管 好吧杀吧 然后再开始进行什么 收敛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看 开始慢慢收敛 慢慢收敛 慢慢收敛 收敛来的 指数的收敛是来自于 大型全市股票的收敛 现在已经只跌了 刚才5块10块 就这样了 早上跌的比较惨了 好 没关系 明天开法说会 好像也不能丢脸吧 对吧 请问一下 问一下大家 明天台积电的法说会的内容 到底都是利空还是利多 如果假设是利多 可以让大家接受的利多的情况 有没有机会 我再讲一次 因为昨天来到的位置 几乎一直要挑战前高了 1075 所以1080直接过 我认为 近期之内要越过1080 是很有机会的 我先假设 当台积电如果再创高的时候 台积电的供应链们 会不会再来一次 我觉得会 好吧 那是 对啊 那各位 我们今天在卖什么呢 卖一个恐慌的心理 说的好 那就是卖 我们今天卖的就是卖我们害怕 这个 这个 美国股市在跌 所以我们要先卖一下股票 就卖完以后 现在股票又上来了 我到底卖什么 我觉得没有关系 现在重点来了 卖就卖了 那重点是 怎么再把它买回来 买什么呢 重点是买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 我说你注意看 最近没有涨到的 正在拉回休息整理的 这种多算 只要它业绩好 只要未来 它有什么扩产 甚至它有些题材性 你慢慢等着看 现在量能还没有放 都没有关系 但是呢到第四季 大家的最后一把 你觉得是你的最后一把 不 连公司派都觉得它是最后一把 到了后面大家来比市值 你会觉得说我怎么那么丢人 我这市值居然输给谁谁谁 你知道为什么会输给谁谁 会很不甘愿 会明明的获利就比他好 是不是 然后就开始来比较 太好了 我这样看 还有包括今天一些能源股又上来了 你要说 能源概念这个有没有的在看呢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问题 以能源概念来讲的话 真的不是太大问题 所以 我们过去曾经讲过的 会重新回到100块俱乐部的 它已经开始一档 又接着一档开始慢慢来了 我曾经讲过四档 至少四档 如果你印象还在的话 至少四档 这四档已经有两档 已经充回到100块而且站稳 我先讲 充上100还站稳的 再来还有两档还没有充上去 对不对 我认为它近期之内都有可能往上充 因为太容易了 你想想看 一档八九十块的股票 它要充上100 它其实砰砰两天它就足够了 两天就足够了 你不一定两天都要涨停板 但是两天的涨幅 它就可能会直接来到这个位置 但一旦站上100以后 它是另外一个里程碑 所以各位 今天我觉得 如果用早上开盘的角度来看 现在的心情的话 很多人的心情都会 会那种转变会很大 什么意思转变很大 我明明早上看到开盘是长 这个德性 这个样子 结果后来 怎么到现在呢 感觉上大家都又去乐观 因为只跌70几点 那如此一来我今天早上卖掉的筹码 我会不会在那边怨 为什么 我早上卖的够低 那够低以后呢 结果股票还回升 就是它收链以后 嗯 奇怪 我卖太早 好那没关系 有些套牢股票 你最后决定卖出的时候 如果假设还是在卖 亏损的部分 等了很久 结果还是赔钱再把它卖 那股票肯定是 涨得比较慢 好那我先讲 你才会这个卖法 不然基本上回到成本的附近的时候 你通常抉择就是在那个地方会出问题 什么意思 我举例 我买一档100块的股票 它后来跌到80块 后来回升到90几块 到97 98 我成本在100 97 98不上来 97 98不上来 打到96 算了算了算 再谈到98我就把它卖掉 有没有 卖了以后往往这种股票就 一下就过100 你会觉得会吐血吐死 我等了这么久 就等了差个两块 我干脆就是 我换现金换回来 就开始往上跑 各位 假设你不是只有一次这种情况 你可能出现两次三次 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 好多次都是这样 来到成本附近 干脆把它卖了 去买别的股票 就又被卡住了 各位你赶快来找我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我们拿到这些套牢的股票 放在手上的时候 你在等待的过程里面 它是筹码的改变 但如果基本面是转好的情况之下 又是筹码在改变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等 等到有赚钱 你都已经等了一段时间了 等到最后你还终于决定了 我小赔一点把它卖掉 请问有道理吗 没道理 那是怎么样 大部分人是因为没有看懂筹码 你总觉得外资在卖 外资在卖 或者谁在卖 法人在卖 所以这张股票就完蛋了 请你看 我们就来解答 外资在卖 那股票就完蛋了 对吧 这叫见准 今天亮灯 我请你看看外资在哪里卖的 5261张 外资卖超5000多张 这一天叫做10月14号 大家有没有看到 来请看哦 前一天亮灯涨停 供到100 第二天 供到104.5 结果收在98.1 外资卖了5000多张 所以他完蛋了 第二天上不去了 完了死定了 因为高点在101 收盘收在99.3 就是从百元俱乐部 又打下来了 是不是完了 对 因为外资又卖了500多张 所以到了今天 外资连续卖超两天之后 尤其是10月14号 卖超 超恐怖的 崩 今天你来告诉我 我问 现在今天最高109 请问你外资在卖 卖好玩的 卖了5000多张 啊 你到底卖在哪儿啊 你从100块一直往下卖 卖到98块啊 嗯 对啊 那都是外资卖的 所以呢 现在是109 108 所以你外资不就很棒棒 好棒啊 他比你还不会做 好吧 嗯 好了 我们也不是要消遣 就是说他卖啊 不代表这股价就不会涨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就 未来你会觉得 外资会不会回头买 见准 我告诉你会 有病啊 但是不是同一个外资啊 这种外资有这么多啊 就是 人家好不能让他上去的 你把他卖下来的 结果又上来了 你又开始追 就是这样 各位 那筹码就是这样 你看不懂的话 你不就吓死 好吧 这样子讲哦 大家有没有觉得 哦 这样气消了一点 那天 感觉 就是这样 外资卖 一看第二天不对劲了 也不敢买 也不敢 就怎么样 卖先卖再说了 原来外资卖了这么多 就没有想到卖掉之后 你看他上来了 来 各位 我们定下心来 我们讲一个 就是股票的本质 他是好的 他只要是委屈的 他有机会可以上来 但是要靠整个市场的力量 什么叫市场的力量 当大家想法区域一致的时候 他就会上去 想法不一致 好 举例了 那见准是凭什么 今天能够这么强势 很简单 因为回答宣布了 见准是 回答的供应商之后 股价 碰 上来了 那 不是啊 那你外资 不是今天才该卖吗 为什么是这里 10月14号卖了5000多张 对吧 你要是听到这个消息 你今天卖 你还赚得多 但外资会不会今天买回来 这是重点的 重点来了 所以大家不要迷信那种筹码 说外资要怎么样怎么样 才会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这回事 好了 筹码的归宿是这样子 就是他会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但重点是这家公司 值不值得你去投资 这才是重点 既然值得投资 短线筹码发生变化了 那可不要太担心 好 再讲一次 先恭喜大家见准 再讲一次 来最后一天了 短线特工队 你说见准要什么操作 那是摆明短线来操作 如果你有兴趣 找不到标的 不知道该怎么做 请大家注意 今天最后一天 光辉10月的短线特工队 最后一天招收 请你在我们的line里面留言 100加上联络电话 我们会尽速跟你联络 明天带大家短线进场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